这是那个拿什么双面胶 不是 拿什么 零日间 在河北邯郸的秦皇大街一路口 一位执行民警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的车牌号疑似被遮挡 并且这辆黑色小轿车在注意民警之后 直接停在了左转车道上 在路中间将粘在车牌上的东西取了下来 等这辆黑色小轿车继续行驶到路口时被拦了下来 你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这车 面对这些民警的询问 女司机依旧咬定没有遮挡车牌 试图蒙混过关 但从监控中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黑色女司下车遮挡号牌的画面 面对铁一般的事实 女子也只好说出了实话 根据了解到的情况 当天是一位该女子的车牌号被现行 但依旧开车上了路 路上女子为了躲避电子监控 临时起意用卫生巾去遮挡号牌 但她们却没考虑到后果 我说别打了 我说你坐一拜都坐一拜吧 我毕竟撞住了 然后她都小心 你知道线号是罚一板 那你知道挡住以后罚多少吗 不知道 线号你等会 线号是罚一板 这档号牌是罚二板 但是这档号牌要一次性计价 让十二分 我真不知道 这把爱都后悔了 这把爱都干呢 你让她从来没被套过来 你这个行为属于上道路行驶 就说故意这拿号牌 面对二百元罚款和十二分的处罚 两名女子都梦了 一边表示后悔 一边撒娇 希望能获得重新处理 但面对交通法 每一个人都一样 最终女司机被罚款二百 同时驾照被扣十二分 为了一时的侥幸 钱被多罚了 驾照还没了 真的是得不偿失 有网友表示 真的是当代沃龙凤途 一个敢想 一个敢做 还有网友表示 明明只罚一百不愿意 非得多罚点才舒服 驾照不知道咋考出来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还希望长按三秒点赞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